真的凉了 把这句话放到开始 我本来订了早上8点的闹钟 过来给你们见证Vision Pro 今天提货的一个盛况国行的 结果我一觉升行都两点了 我现在到这边两点多了 但是我看到现在里面好像人很少 我从来没有见过苹果新款发布的时候 境况是如此的凄凉 门口一个黄酒都没有 我看里面适用的人也不多 为什么会造成今天这个局面呢 我替库克想了N有没有 但是我肯定不能说是我主 我先看了一下今天的时间 为什么你选择在周五 周五有多少打工人 还专门为了你请假来过来试代 还过来提获吗 你放个周六不行吗 给自己留点面子不行吗 库克的这边操作 真的是把那些想在微信扩上 挣点钱的黄牛给坑惨了呀 刚才甚至有已经提到 国行微信扩获的小老客 找到我让我加钱收大的 我都想问他你是没睡醒吗 是不是起的太早了 顾客定价三万一台的微信扩 好像在跟我开玩笑 我猜你让我加价回收你的 国行可以随时买到的这种 也是在和我开玩笑啊 你看看这个门口 一个无关紧要的人都没有 直行店今天也是过分高估了这个情况 我感觉调来的工作人员比顾客还多呢 我刚才简单进去逛了一下 我发现里面的工作人员比进去研究 世代微信扩的人都要多 你看一个桌子围的工作人员比印象顾客都要多很多 而且还请了国外的工程师 我看有个外国人好像没派上用场 真的凉了 把这句话放到开始啊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